有点早安 我是黄显瑜 今天是1月13号 礼拜一 新闻一开始我们就来关心天气概况 韩音早 显瑜早安 大家早安 好 韩音 今天大家都要出门上班上课了 可是天气真的很冷 那请问这一波冷气团会影响台湾 影响到什么时候呢 麻烦你咯 好 那从昨天开始呢 包括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就开始下雨了 那这雨势还会持续到今天早上 感觉当然都是湿湿冷冷了 加上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 这个影响还会持续下去哦 所以提醒大家了 今天早上出门要上班上课 一定要记得多加一件衣服了 那也因为强烈的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沿海空旷地区 风都是非常大的 要到海边活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那么气氧局今天也发布了大雨特报 主要针对的地区呢 就是包括北北极地区 今天都有可能下起大雨哦 所以今天的话 出门也要特别的注意路况 那么其他地区的话 包括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今天持续有短暂正雨提醒大家 出门也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包括南部山区 今天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 也要特别注意了 那我们再赶快来关心一下 这一整个礼拜的天气状况了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可以看到 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包括低温 可能来到11度左右 那么礼拜二是最冷的时候 因为高温 也只有15度哦 那这是冷气团威力最强的时候 之后虽然说温度有稍稍回升 但是可以看到都没有超过20度 大概都在17度到18度左右 这样子很冷的天气会持续这一整个礼拜 所以北部地区的朋友 这一整个礼拜都是要特别注意保暖的 那包括中部地区也是一样 虽然说白天的温度有稍稍回升 但是可以发现 清晨的温度都是很低的 尤其是中部地区 嘉义地区都有可能来到10度哦 那温差非常的大 也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了 那南部地区有提醒过大家 这两天山区都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要记得攜带雨季之外呢 接下来也会恢复到好天气了 东半部地区跟北部地区一样 这一整个礼拜都是湿湿冷冷的天气 那我们再来关心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金融市台北市新北市地区 14度到18度 降雨期率是70%到80% 接着新竹桃园苗栗地区 12度到18度 降雨期率是10%到70% 再来台中彰化南投地区 13度到21度 降雨期率是0 玉林嘉义台南地区12度到23度 降雨期率是0到10% 高雄澎湖屏洞地区15度到25度 降雨期率是0到30% 宜兰花莲台中地区15度到22度 降雨期率是30%到70% 廉江金门地区9度到17度 降雨期率是0% 那提醒大家了 包括北部还有东半部 今天都会有短暂正雨哦 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冷气团威力开始增强了 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保暖 那我们再看到农迷地的部分 今天的话来到了农历的12月13号了 那提醒范冲的朋友 书虎17岁还有77岁的朋友 今天做事情的时候呢 都要特别地谨慎小心哦 那今天适合做的事情呢 包括嫁娶 开市 或是我们要搬入新家 今天都还蛮适合的 不适合的事情呢 也提醒大家了 像是伐木跟祈福 今天就比较不适合了 那以上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农鱼 谢谢大家